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龍總幫忙陪病 中午也還沒吃 然後就來他們的美食街逛一下 發現中隆的美食街跟10年前我來這邊開刀的時候已經差很多了 現在這邊的東西看起來好吃多了 裡面也有摩斯漢堡 那摩斯漢堡最近就是那個賴季的聯名的東西很有名 那我今年既然來到這邊我就來吃一下他們的聯名款 看他們怎麼怎麼樣 那我今天是單點然後那個賴季的鰻魚 鰻魚 白曼 這是什麼白曼寶 169 這是單點 好 這是這一個 這是米漢堡 拆開 我跟代季聯名的白曼寶 OK 然後這個紅茶是我單點的 好 那就來吃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這個賴季的那個 什麼什麼幾品白曼寶我也搞不清楚看不到啦 老花了 沒關係 然後它是169塊 就是這個 好 那這就是 這隻鰻魚 阿蘿蔔是生菜 旁邊有人蠻吵的 這哪有吃啊 是白曼 白曼 白曼就是沒有了 加醬燒的那個曼寶 它基本上 有一點點的土味是正常的啦 好 會有一點點的土味 然後 蠻的那個 魚刺戲齁 其實都是可以直接吃的 但是不用擔心 當然就是那個 蛋絲阿 叫它白曼 它生菜 然後 那個 蘿蔔絲 蘿蔔絲下去 就是整個被得非常清爽 看一下 它就把它想像成一個那個白曼魚飯堂 就好了 因為米漢堡本身就是飯堂 那我覺得很奇怪阿 明明 紅茶是索胡湯 為什麼喝起來甜甜的 就喝 那我也不知道阿 這個 米漢堡跟 賴劑有什麼關係阿 所以它用 賴劑有什麼 去 練白曼嗎 我也不知道 它吃起來就 就是白曼而已阿 嗯 那基本上 一個米漢堡169塊 蠻貴的 那還好它還不錯吃阿 就阿 OK 來 之前看 朋友在 分享這一系列的東西 就有點心動阿 那今天剛好那個 嗯 不小心來 中龍 拆中龍總這邊 陪病 然後就 順便吃一下 那感覺還不錯 那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太貴了 好那今天的 米漢堡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 美食情報不漏傑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我吃完又要去陪病了 好那就是這樣 掰掰